谈谈澳门方面最新的消息 刚才我报介时也有两个资讯 其实政府那边是未有结果 不过是公布了一个资讯结果 让大家普遍的意见是怎样呢 普遍都觉得其实都是支持法律的倒牌 不过现在暂时未知政府的取态是怎样 但如果跟回市场的意见应该是否利好呢 相对地对于倒股来说 短期来说是有点利好的 其实整个版本的股价都是这样的反应 当然我们所说今次只是之前45天咨询期里面的报告 即是人们的结果反映 但这个就不代表政府最终是这样拍板 所以政府是不是未来会跟着这个咨询去做呢 要再看 要再看 但是起码今次这个咨询期里面出来的结果 大家解读为比较正面 我想有几个方向 当然本身整个咨询 其实就不只是说倒牌几多个数目的 其实很多东西是会讨论去问 大家有什么意见 怎样看 比如倒牌的数目 还有没有所谓的可否转让 即是有没有副牌 甚至乎是牌几多年期 甚至乎是一些雇员的保障 要不需要引入政府代表等等 其实很多东西是咨询的 但是只不过大家最关键 最看得重的就是倒牌的东西 因为始终以往大家知道是三注三虎 即是三个主牌三个虎牌 都是叫六个牌 可以这么说 但是始终过去都不断在传 因为有些又有美知背景 又怕你中美的问题 所以曾经传过 有些会害怕 是否拖这次的续牌 可能不发给他们 又趕他们走呢 所以那一刻是有很大的不明朗 如果你说现在初步的咨询结果 大家比较倾向 是以六个牌为主 虽然这次是六个主牌 即是没有副牌 但是理论上应该就是 这六间倒企 拿回这六个牌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因为之前也传过 就是就算 可能继续三注三虎 继续六个牌也好 但是可能是因为 刚才提到中美关系 说了这些没知 剩下的这些牌 可能本身会比起 一些可能在澳门当地很成熟的 比如中介人 之前的太阳城那些 有传过这些的 但是现在也要考虑 就是因为刚刚过去的中介人事件 其实应该 所以其他相关企业 能够取得到的牌的几率 会比较低 所以如果以这个因素 又低了 而以来又兼顾六个主牌的时间 那版本上六 应该可以理论上 是顺利地过渡得到 所以这个消息 会是令到他们解读得 比较正面一点 所以短期 特别今天 你看到一个弹性其实是有的 其实昨晚美股 外围也先升了 对 譬如永利没有期 金山没有期 其实都是升的 所以都是有这些短期的刺激 但是刚才提到 这个只是暂时短期性的刺激 因为一来 一来 最终要看政府如何拍摄 是否真的很跟着这个咨询 结果去做去行 这个未知 二来我想整个赌业的前景 都是关系于赌修的表现 但是这件事 始终都是比较大的不确定 看着疫情 看着通不通关 等等 所以这件事来说 其实未必这么快 要回到一个比较逆前的水平 还有要考虑一点 就算通关 正常化也好 始终现在 你的中介人缩了这么厉害 其实都会影响着VIP表现 贵民听表现 所以赌修中长线 应该要多些时间才能复复到 所以从基本的数 我觉得赌股仍是一般 中性一点 但是短期借着这个 少许数据不明朗 夹回少许数据 其实不奇怪 接着想要复机 观众 五次 三次 五次 三次 五次 五次